各位同学,让我们继续来看地表作用 之前说了有风化、侵蚀两个作用 接下来地表作用讲的叫做搬运 不论是我们的河流或者是我们的冰川 甚至其他的引力风、海浪等等 都可以把很多的成绩物做搬的动作 这就是搬运 那么这就说了 也许是河流 河流的水在山坡地上流动 它的流速、流量都可以侵蚀河床 尤其是河床如果是一个凸起来的位置 那凸起来的位置就会被家具地进行侵蚀 而侵蚀掉下来的石块沙粒 所以就会搬到中油、下油的位置 而填在凹处 所以凸的被侵蚀了 把它这凸的侵蚀掉 搬到中、下油凹的来填平 这样子的过程 这样子的过程 我们说它这些沉积物被搬动了 也就是搬运作用 所以从山上搬到山下 也许中间没有特别低窝的地方 在沙粒的大量填平动作的话 就跑到了大海再来填平咯 但大海不可能填平的 只能够说很多的沉积物 从山头、山上被搬到了下油 而发生了堆积 这整个沉积物在运动的过程 我们就叫做搬运 那么不论是水或者是冰川都会搬 只是沉积物有的比较重 有的比较轻 所以有不同的搬运的方式 旋幅是因为它很轻 可以随波逐流的搬到了下油的位置 跳跃是相对而言呢 比较大一点的颗粒 所以有时候搬的动就跳了起来 搬不动呢 就慢慢的在边稍微的滚一点点 但那个滚一点点 还是有所谓的滚动 所以这里的跳跃跟滚动跳跃 大部分都可以受到水 一冲而跳了起来 多短距离的跳跃前进 滚动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不太跳 不太跳只能呢 在河床底部 慢慢的滚来滚去 能够滚代表它还是一个圆 论的状况 圆圈圈圈圆球的形状 所以呢 趋近于这样子一个球状 还比较能够滚 可是如果不是圆球状的话 就更难滚 可能偶尔滑了一下 所以呢 这样更大颗的 也许就是滚动或滑动 因为根本无法悬浮 更无法跳跃 所以你就看到很小颗的 就浮在空中咯 那么呢 如果呢 这个大一点点的 就这样 滚滚滚滚 滚滚滚 那如果很大颗的 就是滚来滚去 所以呢 你就看到 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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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要滚到哪里 以此类推 这个叫做呢 是我们的河流的搬运 所以呢 越轻的越好搬 越重的越不好搬 风 在搬空气当中的沙子一样 你可以发现 它想要搬 搬啊 结果呢 太大粒的石头 历史搬不动 就在这儿留下来 但是那个小的沙粒 它就搬啊 继续搬啊 继续搬啊 都还能够搬 所以这整个在这一段 如果就沙而言 这段沙子都搬得动 啊 偶尔沙子搬不太动的时候 就怎么了 就部分的停留下来 所以这里你看看 尖尖的沙球 有沙球 可是这个叫做沙 比沙子来的更轻 土 刚好是黄色叫黄土 所以呢 就算你的风的力量搬不太动 搬不太动 慢慢的沉积 可是依旧沉土飞扬 土更轻 土更轻 重量更轻 依旧可以搬 所以呢 这人才看到 依旧可以搬很多的泥土 很细很小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说了 尘土飞扬 沙尘暴 冬天的沙尘暴 中国那路那而来的沙尘暴 结果呢 把台湾也攻陷了 就是这尘土飞扬 搬好远 所以通常越轻 越好搬 可以搬到很远的位置 但是力量有一天停了 它就搬不动了 就停下来的话 也就发生了沉积作用 看尘土飞扬 够恐怖吧 所以呢 我们就说了 不论是我们的河流 我们的这些冰川 这些风 都会搬 搬的过程 发生了什么事 就河流而言 很多的石头石块 搬的过程 会互相碰撞 而磨损 所以也许 不规则撞 有灵有脚 就怎么了 磨 磨 磨来磨去 这个灵 这个脚 就被磨平了 所以呈现一个圆球状的鹅卵石 跟鹅一样 那么大颗的蛋的石头 鹅卵石 啊有时候呢 有时候 有些地方搬的过程呢 还有所谓的湖穴 看湖穴之前 先看看这 也许这个叫做 我们的 台湾的东部的海岸边 通常它的石头 都会比较粗 因为它那里的河流 较短 短图搬运的结果到海岸边 依旧颗粒还算大 所以这的石头 通常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粒石的部分 那么 这呢 那么大 就是鹅卵石的部分 也许在中有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 另外 这又讲了另外一件事情 叫做湖穴 刚才说的这个沙粒 这个石头 也许就躲进 岩层间的缝隙 结果躲进缝隙 在那里干嘛 躲而滚 今天滚 明天滚 后天滚 都在该缝隙滚来滚去 可以想象那个呢 缝隙一天一天的长大 结果缝隙一天一天的长大呢 石头在这儿滚来滚去 这儿这儿这儿 滚来滚去的话 石头在这凹陷处 会不会滚出一个洞 啊滚出一个洞呢 叫做呢 圆圆的洞 就像什么一样 就像茶壶一样 一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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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像茶壶一样 一个洞 一个洞 啊一个洞 就叫做穴嘛 只是茶壶的形状 湖穴 这个呢 在呢 北部的基隆喉 平溪双溪 等等等 常常看到这种 湖穴的地形景观 这就是河流搬运的结果 你看 够深吧 那么呢 我们就说了 这样的河流在搬 那你说 搬到了我们中下游 通常出现比较呢 这个圆滚滚的平滑的鹅卵石 可是 如果不要说中下游 而到海岸边呢 这个鹅卵石 应该就很难在这儿出现 除非 它的河流真的超级短的 短图搬运 不然的话呢 一般到河流通常要比较细的 如果就这个图 有没有看到很大壳 比鹅卵石来的大多的石块 也许这儿呢 搬来的就要照多 真的超级短图的搬运 不然一般如果是呢 这样子河流很长的河流般的话 应该鹅卵石在中下游 继续往海岸边移动 应该磨损到后来 只剩下细小的沙粒 所以我们才能够呢 在海岸边说 能够有沙滩可以玩沙子 但老实说 台湾的东部跟西部做比较 东部的河流通常比较短 西部的比较长一些 所以东部的河流通常造就的成就比较粗 西部的就比较细 可是老实说 谈西部的河流带的成就 真的就都非常的细吗 还好 因我们河流跟全世界各个大陆来比 都算短 因我们是岛屿型的国家 那么呢 那你说 那个叫做呢 是河流 啊冰川咧 冰川搬啊搬 搬啊搬 搬到了所谓的山路冰川 搬到了所谓的山脚下 搬到了所谓被隆掉搬不动 这些碎屑呢 这些松散的碎屑 我们就把它叫做冰气室 这些冰气室通常怎么了 木子有灵 还有脚 超级大块 因为呢 它在搬的过程呢 有滚来滚去滚动吗 没有 根本不能滚 直接被冻结在一块 所以呢 这一些碎屑屋被冰川搬的这一些松散的岩屑 搬到山脚之后 我们呢 常常看到它冰川没了 搬不动了 石头留下来的 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叫冰气物 冰气室 而且搬 留下来的石头 大颗的 小颗的 通通都有 大大小小通通都有 我们就说 这个大大小小都有 根本没有选择 它全部都要 我们就说这个叫做掏选度 掏选的能力 掏选度 没有选择 所以叫做掏选度很差 搬运能力是很强 很强 大小通通都要搬很弹心 结果没有选择性的通通都要 所以我们说 冰川能够搬 但是掏选度很差 谁最好 风 风的掏选度最好 这在山脚下 结果一留下来的石头 有大颗的 有小颗的 通通都有就对了 掏选度超烂的 所以这儿呢 就看到这儿咯 待会儿继续努力的叫做成绩的部分咯 加油